又真解约 这是一段 真实之力 对全家方便 就很容易形式出来 下面 举例说明 是以事法望小臣 这个望是跟小臣做比较 小臣是真 事法是假 事法是六道轮回 它是无常的 不但 生命无常 灵魂也无常 灵魂是非常不稳定 我们有些同学 投胎所得的身体 它的苦难就非常之多 像 三土 亏舍 从生到死 都是生活在苦难当中 所以事法 人天怎么落 时间都非常短暂 而三土 之苦呢 时间是很长 不成比例 这就是事法 不如小臣 小臣脱离六道轮回了 所以小臣脱离六道轮回了 事法是假的 那要用小臣来跟大臣比 全员大臣 全员大臣 全员大臣是指事法界 没有处理事法界 那事法界里面的佛 菩萨是全大臣 那小臣来跟他们比呢 全大臣正 小臣家 四身法界 声闻 研究菩萨佛 菩萨佛比他高 他在下面 因为他只是断剑私烦恼 臣杀无名 没断 菩萨断臣杀 佛断无名 所以这个地位比他高 那就是全大臣真 小臣是假 这四身法界 要相比较 上面两臣是真 下面两臣是假 那以全大往十大 这是真实的 真实大臣 真实大臣是华言法华 华言法华 他们是归一真法界 特立是法界了 全大臣 没离开是法界 这个离开了 三道 祝福 十报 装言徒 所以这叫 真实大臣 全大臣 不如他 这个是以华言法华 为代表 那华言法华 等 等很多 真实的大臣 要跟 本金 四十八月 第十九月 来比呢 这个十九 通通是用 康僧凯丽一本 康僧凯丽本子是四十八月 他第十九品说 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 智行法院 与生我果 那这个人想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年的功德了 花言发华 就比不上了 花言发华 是假的 第十九月 是真的 何一顾 花言发华 以往生 为金的利益 没有超越十九月 那么以十九月 跟二十月比呢 二十月说 我我名号 细念我果 执众得本 致行回向 与生我果 那二十月是真 十九月 就是假了 因为一步比一步 接近 接近 极乐世界 那以二十月 跟十八月相比呢 十八月是 生年必胜 二十月是假 第十八是真 那 生年必胜 这样子 做一个比较 让你晓得 念佛 功德 不可思议 连华言 画华 都比不上 所以你不要看 小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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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